Hello 各位觀眾 歡迎收睇第一集的Fever 16 經理生涯 今天就開始做經理 加入我的 webcam Hello 穿著西裝 懶惰 還有沖了一杯茶 比較放鬆 做經理跟球員不同 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我們先去辦公室 我們已經派出了一些球探 老闆!有人叫我做老闆 副領隊已經去了最好的球探 去到茶探 不過在找新人之前 我們先解決了現有的人 George Honeyman 說 希望我改一下出賽陣容 給一個上場機會 因為能力只有58 各位很年輕 我曾經年輕人 曾經想有些方法 給我一個機會,找大老闆 你只要給我一個機會就可以了 但沒想到自己的能力是很不足夠 如果他真的是一個好的老闆 他當然不會放你上去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件事要做的事就是 就是把差勁的人放出去訓練 就會外借一年 那時候 我玩球員生涯也是 你一開始20歲 因為我小孩只有... 他叫什麼 只有... 沒有經驗 只有一兩年的經驗 也沒有能力的話 要別人出來的確很難 所以雲家就放了我去其他地方 把第三季才回來 我當時就覺得很不憤 當然是假裝 很不憤 領隊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你不應該被我在阿仙奴打 但後來就發現 不 如果他真的是好的領隊 應該把那些... 我現在就把七十以下的那些 全部放租 讓他在外面 去訓練一下 如果訓練了一兩年後 是強勁的話 當然會用他 如果他最後沒有什麼大進步 就沒辦法 不可以在我們球隊生存 因為我們現在這隊 本身都不是很厲害 我們可以... 現在我們的... 我們的財務狀況 只有3200萬英鎊 每週的... 週新的預算已經80... 80幾萬鎊 但你看到3200萬英鎊 真的一個厲害人都未必買得到 我們看一看新聞大家就會明白 每一季剛剛開始都有一些真實的新聞 譬如重大消息 迪瑪利亞... 由萬聯走到巴黎聖任門 3400萬鎊 即是我們拿了我們全部的預算 都買不起一個迪瑪利亞 Demaria還不是最頂級的 雖然他真的很厲害 你看我們這個阿仙奴 買了這個獅子 都2400萬的轉會費 所以我們看看我們簽了什麼人 360萬 簽了Adam Matthew 還有Borini 650萬 還有600萬 簽了Yunuskaburu 這些法文真的不懂得讀 即是說我們現在要考慮真的可以買得到的人 只是大概500-600萬 我們已經沒什麼能力負擔到 我們參加這些比賽 希望可以贏一些獎金幫補一下 這個球會的預算 另外我們租了出去 另外我們也要看看 等一下 就是我們的球探 除了買本身已經很厲害的人 我們需要發掘一些他們所稱的明日之星 即是新仔 希望可以很便宜的價錢 現在賣了 Train他們變得很厲害 在我們的球會中賣名 我們現在一共有5個球探 John Colin和Deyaku 已經在做事 這個在英國 我們看看有什麼人 先回來 這些就是他所謂的明日之星 19歲、20歲 24歲的小孩 愛華頓在踢 26歲 這個好像不錯 我們叫他 再探聽一下 這個可以不要 這個都不要 在Norwich踢 Ashley William 我們的後防是缺乏的 30歲都可以問一問 可能只是簽一兩年約 避免太老了 30歲已經很老了 這個Ronardo Arons 19歲 看來可造之才 我都會去問一問 這個就不需要 因為我不太喜歡他的樣子 這個樣子 真不好意思 耳貌取人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遲些才慢慢做 另外這個就去了法國 看到這些 16歲 16歲真的可以看看 就算他能力 16歲只有50多 他4年的時間可以訓練得很好 現在是巴黎星人門 這個好像很老 21歲 不要 17歲這個也可以 最重要是夠年輕 他完全未發育得最健康的狀態 最健康應該是22、23歲 25、26歲開始就應該要到最高峰了 20歲 這個也不錯 先看這個 這個不需要 前鋒不需要 這個22歲可以 你看看眼神充滿自信 拍一張照 31歲 嘩都這樣 不要了 你28歲 中場指揮 一千萬磅價值 咦 這個已經匯報完成 一千萬磅你買不起 好 先交叉 這個35歲的中場 咦 老的時候會不會便宜一點 一於去檢查一下 這個32歲 這樣也是不好 34歲 不行 太老了 另外這個Gag Grunsberra 就在西班牙暫時沒有發現 這個Thom 瑞典人 我就會派他去瑞典 去回自己老家 因為做球探都很慘 確定 如果回到家 可能會令他很過 但這個 我還會派阿甘廷 因為他的經驗好 以及眼光好 希望可以發掘到第二個美師 我要兩天的時候 就可以去到當地 在酒店住 開始去球會或學校打聽一下 好了 弄完這些admin 我們可以開始 踢第一場 試一下陣 對這個科龍 好 現在暫時有4-5-1陣 這個應該是現實裏面的陣型 好像有遊戲都不玩 我都將每一場的半場時間 降低到4分鐘 第一我自己冷吸片 第二我都不太喜歡 因為吸取了FIFA1-5的教訓 你每一場都很難 玩了一整年才玩了4個賽季 所以我現在就 現在開始的時候 可能我還會 每一場都 都是自己打 但如果球隊上了軌道之後 就可能 真的開場邊看 因為如果靠自己 哇 神經病 如果靠自己的技術 踢的話 很多時候 你跟那個擺陣 和你買的人 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如果你的技術夠的話 就算 你的隊伍很差 你的隊伍很差的話 都可以 哇 淘汰吧 都可能贏到一些勢隊 那麼 你對於選人 或者 那個訓練 那個 的挑戰性 就沒有那麼大 我就想做到 就跟 現實裡面 我只做領隊 控制不到 除了調動一些人 擺陣之外 我也控制不到球員 在場上的表現 就是 就會有一個情況 就算我隊球很強 他們對著弱局 都未必贏 好球 暫時 我仍然 那些陣 那些人 都是 我想試一試 究竟他們的能力 究竟去到 什麼程度 那 二 哇 哇 哇 因為現在 這個杯賽 贏了你 有500多萬磅 的獎金 對我們球會來說都很重要 所以我也要 給些... 哇 走 要給點力 自己親自下 好 哦 啊 拿到一個環球 希望可以 贏了這個杯賽 拿回一點錢 嘩 還有環球 那我明白有些觀眾 就不喜歡看... 那些環球 都沒有 就不喜歡看弱隊 想去到... 看強隊 不過我跟你說呢 你做弱隊的領隊呢 壓力是沒有強隊那麼大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強隊之前 已經有很好的成績 你一上場 就... 就... 那些人 很... 很容易會怪你 但如果他本身都弱的話 你... 就算做得不好 或者帶領不到球隊 去到... 進步 那人都覺得... 是這樣的啦 預了啦 那他們一向都不是厲害 反而只要你有... 哇 哎 十二馬 只要你做到一點點成績 人家都覺得... 哎 我選擇你做領隊 那些管理層 都覺得是... 沒錯的 喂 沒有人啊 大哥 oh no 不是給你的 那些管理層 那些管理層 絕對不是我自己的... 最... 最喜歡的陣式 這個陣式比一個保守 啊 只有一個前鋒 如果那個前鋒... 嘩 如果那個前鋒表現不好的話 因為整隊都... 沒有什麼運行啊 沒有什麼運行啊 oh come on 哇 現在... 這... 這個節奏呢 沒有設置到有... 歐巴杯 後抱歐... 歐聯 還有這個... 轉會的 所以呢... 你可以拿一些... 去換一些... 去換那些... 經費 我不會這樣做 啊 下一個季... 那... 的時候呢 才會... 喂 來吧 什麼? 認錯了球證 到半場,回來做團隊討論 當然,如果自己控制的話,控制得不好 看看誰可以換,只能怪自己 4-5-1有兩個防守中場 一個前後前鋒,Defoy 但後面也有防守能力 76,Flitcher,我先換上前鋒 下半場,你會踢得比較激烈 有很多選擇 我們現在有一個,準備好了 準備來第二半在這組成績1比賽 在獲勝選手 中場賽 好,來吧 一上場吃了王牌,太過心急了 咦,不是,我以為是Fletcher 今季的目標都是中游 主要是看一看球員的能力 噢,失敗的1-2 看看球員的能力,沒那麼快有很大的進步 頭兩季就已經由榜尾贏英超冠軍 我想就十分困難了 但是三、四年的時間絕對有可能 主要是 現在我評述說小豬去了曼聯 三千五百萬磅的轉匯費 哇,有波羅湖 我們這個冠軍杯賽都不容易踢 科龍不是超強的,但也同組 阿積士應該比他更強 現在有點像是 香港在 這個世界杯的分組 有隊伍不單頂著 但是中國和這個 卡塔爾都是... 嘩,大哥 都是難頂的 噢,來吧 咦 噢 我發現今集 難度是...難了 唉 唉 那些傳球沒有以前那麼容易 以前你看到一些球隊 七十幾八十幾能整體能力值 我們再攻多一點 他的傳球的比率都可以去到八十幾 甚至九十幾 現在完全沒有這支歌仔唱 接實 接實 現在就算有些很厲害的... 唉 唉 唉 都未... 都未必做到90%的傳球準成 好 躲下進攻 上去啦 好球 進去啊 唉 唉 難到要和球 難到要和球 唉 嘩 嘩 嘩 現場 好 好 賽季 這個 嘩 全部都是... 都是人臂的射門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攻勢 好了 踢了第一場 暫時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 正路啊 西班牌 西班牙有人來了 找到這些人 我們下一集再處理 第一集沒什麼特別 只要簡單說 我在這個系列裡面的做法 和計劃 究竟會是怎樣 怎樣 我們 接著呢 8月 開始 英超 我們 就 juntos 就決定 我們可以 拿獎金 我下一集會直接去到英超的開羅 看我們會做成怎樣 新特蘭極少的預算 看我們能不能拿到獎金 而幫我們在明年可以買到一些人 在那一段時間我們就發掘新人 以及去到...發掘新人還有存錢 發掘新人還有放走不等花的人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我們下集見,拜拜